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心 你的孩子每天都面临十大细菌威胁 这段广告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 的确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处处都是细菌 难道我们只能够束手就擒吗 当然不是 其实 大自然对每个个体都有一份优厚的馈赠 那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 我们的免疫系统 就像我们身体的军队 警察和清洁工一样 在我们的身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说它是军队 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能够帮助我们抵御来自外界的微生物 这种作用我们称之为免疫防御作用 说它是警察 因为它密切地监视着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 任何一个细胞发生了突变都会被它及时地清除 这种作用我们称之为免疫监视作用 说它是清洁工 因为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 在生活的过程中 有很多的细胞和组织要更新 就会产生很多衰老的细胞 而这些衰老 死亡的细胞 甚至是些因为受伤而破损的组织 都需要由免疫系统来把它清理掉 所以呢 免疫系统对于维持我们肌体内环境的稳定 其实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种作用我们把它叫做免疫自稳的功能 就是自身稳定的意思 那么免疫功能如果出现了缺陷 会发生什么呢 如果是免疫防御功能缺陷 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微生物的感染 细菌的感染 病毒的感染 以及寄生虫的感染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有很多现象是跟感染有关系的 比如说感冒 流感 肝炎 艾滋病 出血热等等传染性疾病 都是因为病原微生物的感染引起的 如果免疫监视功能出现了问题 会怎么样呢 那么自然是会出现恶性肿瘤 我们所听说过的各种各样的癌症 肉瘤 黑色素瘤 都是跟免疫功能的缺陷有关系的 如果是免疫自稳功能出现了问题 会发生什么呢 那么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我相信在生活当中 大家一定听说过这些疾病 系统性红斑狼疮 肋风湿性关节炎 肾病综合症等等等等 很多病都是和自身免疫有关的 那么你一定会很关心 到底是什么决定了一个人的免疫力呢 首先是基因的因素 因为免疫应答的过程是受到很多基因调控的 有一些免疫的基因在人群中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人和人之间都是不一样的 而不同的基因在应对同一种抗原 也就是病原体的时候 它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就决定了不同的个体 它的免疫力的不同 但是大家不用担心 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绝大多数的基因都能够很好的应对 来自于外界的挑战 第二个决定的因素就是年龄 大家都知道 婴幼儿免疫系统发育还没有完善 所以他们的抵抗力呢 就比较差 老年人各个系统的机能都会发生衰退 所以他们也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感染 除了这两个因素之外 疾病也会对免疫系统产生影响 有一些疾病本身就会对免疫系统产生破坏作用 比如白血病 艾滋病 还有的时候 某一些治疗疾病所采用的药物或者治疗手段 也会对免疫系统造成损伤 比如一些抗肿瘤的化疗药物 还有放射性的治疗 都会对免疫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 当然还有精神的因素 虽然我们现在还不是很清楚 精神因素和神经的系统是怎么样来影响免疫系统的 但是毫无疑问 健康的生活 良好的心态 充足的睡眠 对于保持健康的身体和健康的免疫力 是有很大的益处的 同学们 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儿 相信学习了今天的内容 你将会对免疫系统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同学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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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